目前,加拿大原油和食品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过去一年,加拿大食品价格涨幅超10% 加拿大食品银行最近的调查显示 随着基本食品价格的飙升 近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因为没有足够钱买食物而吃得更少 在年收入低于5万加元,约合26万元人民币的人群中 这一比例高达近50% 加拿大经济学家表示,通胀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 交通运输费用等领域受冲击最严重的 加拿大经济学家表示,通胀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 是低收入群体 据统计,6月份发放免费食品的慈善组织 加拿大多伦多市最大的食品银行接待了超过17万人 而在新冠疫情之前,该组织每月接待的只有约6万人 加拿大政府和一些媒体将高通胀归咎于俄乌冲突 不少加拿大经济学家表示,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一些国家超发货币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畅 也是造成高通胀的重要原因 加拿大蒜 加拿大蒜